今天是早上,今天是22号,7月22号2021年啊 就是,就是我在那个超市里打工啊 我学习到了很多东西 首先说这个安省的这个水哈,我以前知道它有水锈 因为我用的是那个壶啊,做开水盒 然后我也知道这壶里边哈 我隔一段时间就得往伸手进去 去除除这个水锈 然后呢,刷着这壶 那里边呢,还会掉很多的这个水锈的那个片片 那我到了这个超市以后 它是用那个透明的玻璃的那种热水器 我一看里边都是水锈,而且都是那个,还有就是 没有结成那个硬的那个水锈那种漂浮的东西 那我结果就用手往里伸 但是人家旁边的那个小弟哈,看着我,他也不说话 因为好像我这年龄岁着大哈,人家都不惹我 后来我发现哈,那哈,我以前就发现那哈放了一瓶子 很大的一瓶子醋 还有以前呢,我也是 就是看见哈,就是我一看哦,这有水我就倒点喝 里边都是酸的,都是醋 我也挺纳闷 可是这些日子呢,我又看那小弟呢 他到别的地儿去 就是做开水喝了 当然昨天我已经跟他说了 我说这,我说我现在知道这个酸碱中和呀 用醋煮 煮完以后哈 隔一会儿倒了 不用往手往里边去刷去 但是酸碱中和这件事我很早也知道 可是呢,就没在这儿用过 但是我 但是在这儿学了一个这个 酸碱中和的 化学的 化学反应的一个知识